食物及衛生局局长曾此表示 出入境管制措施不能松懈 否则输入个案一旦再度增加 检疫设施会不升负荷 有樽华报道 政府对内地抵抗人士实施的强制检疫令 将会在下个月7日解满 不过现时部分内地省市仍然要求 入境者需要接受14日隔离 有旅行社在这个时候计划开办 前往内地的旅行团会在下个月出发 食物及衛生局局长陈兆史说 虽然近日新型肺炎确诊数字稍微回落 但社会仍然需要严阵以待 他说现时的检测措施 保持社交距离 以及出入境管制措施都不能松懈 否则有机会令输入个案再度增加 去到5月就已经立即要出去出外旅行了 这个绝对是不鼓励的 因为如果我们那三个不同的措施 随便一个松懈了 其实我们那个疫情就可能有机会控制不了 陈兆史说如果输入个案再度增加 检疫设施或者会应付不利 如果我们继续都是用这个围堵政策 我们要去隔离他的话 这个当然都是不升负荷的 所以现在少了人回来 我们又做更加大量的检测的话 就会比较有效地找出这些人士去做围堵 再做隔离 陈兆史又说随着市民的意识提高 现时普通科门诊和私家诊所的检测数字都有所上升 期望私家医生可以再将多一些样本送去检测 有时电视记者由俊华报道 中环游澄清不是复团 现在只是依照政府政策针对内地入境的检疫令 下个月7号结束 才没有取消8号或者以后去到内地的旅行团 来者呼吁政府尽快公布延长隔离令 让业界可以跟随有关政策 只不过我们做生意或做粮食的话 其实都是根据政府的政策 就是刚才所说的 如果政策一延后的 我们就会随即跟随着政策 就很难说根据某一个医生或者某局长的呼吁 不如就快点叫政府将隔离措施将它延长 等整个业界都可以去跟随 不然就好像这样的局面会出来了 一手上握游戏新闻